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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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 今天又过来装个文化人 咱们来参观一下湖南省的博物院 没错 我来了湖南博物院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都改成了XXX博物院了 其实叫博物馆不是挺好吗 对不对 湖南省博物院一进来就开始排队 一直走一直排队 到里边还得排队 那么咱们还是从这个十大镇馆之宝 一件一件的挨个看下来 啊 这儿呀 还有这个讲解的 咱这讲解的是收费的吗 原来这位导览器是需要租借的 租借的 多少钱啊 多少钱 你的那个具体的价格 问一下那边不做一 哦 你们在显示前后面再结合哪 在这儿 在这边后面 好 这个的前面 我们呢 三厅 这是租售的 租这多少钱啊 租这个多少钱啊 20到30一个 怎么还不一样啊 有两个展厅 哦 两个展厅是吧 一个 20到30一个啊 我周日来个朋友 来个同学 我估计我得找人工讲解的 这是人工讲解的是50一个人 但是呢 我今天好不容易约上票了 我就先那个吧 我先过来看一看啊 博物馆 公园观众餐厅在四层 这儿还有餐厅啊 一楼特展一厅是什么呢 生命艺术 刚才问了这个工作人员啊 这个呢 是一个特展馆 这个特展呢 没有实物啊 没有实际的文物 都是一些螺点3D的这些 电子的特效的 叫生命艺术啊 好像是50块钱 那么这个没有实物的馆呢 我就不去咯 咱们直接从这上二楼 哎哟 人还是好多的 好 这个湖南人陈列馆呢 咱们先去看一下啊 这里边有一个人面纹同方顶 是第一个镇馆之宝啊 咱们看看这个湖南人陈列馆里边啊 人也是好多的啊 一进来啊 也是比较幽暗的环境啊 而且呢 人都很自觉的把音量啊压低了啊 看来现在的人的素质呢 是越来越高了啊 现在就是这种 远古时期的啊 石器时代 这些石头啊 这些化石啊什么的 这是蕨类化石 这是恐龙化石 这是恐龙蛋啊 这个呢 是什么呢 恐龙的骨头吧 哎哟 三叶虫的化石 橘石的化石 哎哟 瞧瞧 多漂亮啊 橘花一样 橘类的 橘类化石 也挺漂亮啊 这是临木的化石啊 它是石炭纪时期 湖南大部分地区已经出现的巨型的树木啊 看着煤炭一样 这是恐龙化石 白鳄纪 恐龙蛋 恐龙的骨头 这个是东方的剑齿象的化石 这是象齿象牙 这是什么呢 中国的犀牛啊 西化石 哎哟 这大牙 大牙够大的 这还有鹿角 两百多万年前的啊 这都是两百多万年前的啊 一百多万两百多万年前的 还有大熊猫的啊 牙齿 匕首啊 这是假的啊 感觉像是涂了一层保护膜好像啊 这是春秋时期的啊 这个呢是战国时期的 叫月王铜毛铜的 青铜器的啊 薛形的铜月啊 薛形的啊 这儿呢就是古代人使用的炊具啊 那么三角呢就是顶 铜顶 这是小的顶 咱们看看这个是 战国时期的宽格铜键啊 这个键的长度呢 大概是 30厘米吧 81年出土的 啊 明文的铜歌 上边啊 刻着明文 这样 扎进肚子里 那可就完蛋了呀 啊 即使扎不死 是吧 一感染啊 过来过个半个月也就死了 这是铜键啊 这个叫战国的 胡扭纯鱼 是一种打击的乐器啊 上边啊 是虎形的 这么一个造型 这个盖啊 其实这个 这个春鱼这个 正面啊 雕刻的这些花纹 是特别的精美的啊 是很精美的 这呢又是顶 只要三足的 一般都是顶啊 铜绝啊 九倍啊 这个厉害了 都是铜键啊 哎呦 这是一钢键 都绣成这样 上边是铁键 看看 还是咱们的青铜键啊 青铜键 带七翘的铜键啊 那个 键铁还在哪 上边是键铁 这边可都是青铜键啊 这边可都是青铜键啊 好咱们看看键饰啊 这么多的键饰啊 预见手 预见智 预见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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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看看这个战国时期的铜锚 这铜锚啊 估计得有个四十厘米了 这要戳进肚子里 直接完蛋 咱们看看这个 这根锅啊 够长的 这根锅得两米多啊 咱们看看这个毛 就是直接用刺和扎条的长饼 隔斗兵器 有 这个 这个 就有一木棍啊 一个木棍 上外边包着 类似于 铁皮什么的 应该不是铁皮啊 这个厉害了 这是 简毒啊 秦并六国之后呢 这个湖南成为平定南越的军事千言 所以呢 也有来自 杨陵 西安等级的 中原 秦兵 束手湖南 之后部分就定居下来了 也有 南洋人 移居到湖南的户籍简 户籍简 我都不需要读书一句话 好 来到了 唐三彩 姚彩 幼慈 唐三彩 有些人 有些朋友可能不太懂 这唐三彩属于名气啊 有些人在家里面摆着唐三彩 所以呢 就跟现在的上坟那个花圈指人芝麻似的 对吧 以前就是烧着这个唐三彩 是名气啊 这个是唐代的邓俊墓制 根据墓制可知 墓主邓俊祖籍是南洋 祖上是潭州为官 后流居长沙 是北方人为官湖南并定居的典型代表 好 咱们看一下这个墓制名上的试文啊 唐固朝请郎是岳州 长旨上驻国邓府军 慕志明并述 相共进士邓叉传 公会郡叉 南洋人也 曾祖呢 是这个叉州司马 湖南呢 也是好多的北方人移居过来的 尤其是围官呀 这个当兵的呀 两宋之交 北方人呢 也是有迁入湖南的史实啊 所以湖南人也都是 很多都是北方人的后代啊 那么在元末明初啊 和明末清初 也是有江西田湖广 这个重大的移民事件啊 大批的江西人以及 渠道江西的苏浙晚免迁入湖南 现在啊至今都有说这个湖南人啊 有十之八九来自江西的说法 然后呢 部分的湖南人啊 进入两湖的部分移民 在西迁啊 进入了川前地区 又有湖广田四川的说法 这些都是以前的族谱啊 都有记载的 民国时期的族谱 赤山 张氏谱 中乡 边氏族谱 这个是桃园县制 易阳县制 园陵县制 都有记载的 咱们看看这个苗族的服饰好看吗 这个叫接龙帽啊 这个嘛 这个嘛 头饰啊 这个帽啊 那可都是银制的吧 这是银制的 带了这么沉的银的帽子 不累的话 修银 修花汉 看来这小帽啊 洞族 大家猜一下这个是哪个时期的啊 这是罗类的堆积层啊 这是海罗之类的啊 不一定是海罗 不是海罗 是这个这个田罗啊 罗类的 这是哪个时期呢 就是新石器时代的 罗类堆积层啊 看看这么厚啊 咱们看看啊 里阳平原稻坐传播路线啊 推测啊 咱们看看先秦时期啊 种水稻用的这些农具啊 有什么斧啊 铲啊 鎬啊 鎬啊 之类的 你看那个 这个是鎬 跟现在的稿也很相似啊 只不过呢 就小了一号啊 这里啊 比较软 这还有个铁 战国时期就有铁了 战国时期已经有铁了 咱们看看这些铁绝啊 什么铁斧 铁叉 铁铲 这些都是名气啊 都是墓里边的名气 跟现在的指人之马相似的啊 这个长沙的铜顶呢 啊 跟中原地区的铜顶比起来啊 真是差的不少啊 这个顶说了 主要就是用于啊 煮肉或者成肉的啊 那生州时期顶也是祭祀啊 宴祥等礼仪的贺心重器 也是生活用器 湖南出土的顶有圆的方的 分档的 其中以人面文方顶 最为独特啊 人面文的方顶 这是三族的圆顶 这是奎隆文的铜顶 1946年出土的 1946年已经秀的 这个秀的比较严重啊 这些小顶呢 他说呀 左顶底部有这个烟熏的痕迹啊 所以呢 是煮个小块的肉啊 煮个火锅啊 那么的 对吧 这是铜鬼啊 也是成食物的啊 那鬼 是饭食类的成具啊 也是作为礼器的 中央地区常以偶数的鬼 与基数的顶组合使用 所以呢 湖南出土的鬼啊 与顶的组合关系 并不明确啊 而且 这个是西州时期的铜马鬼 哎 这个造型还是第一次见啊 这个造型是很奇特的 啊 气形与寿面纹 与中原的相近 而上下两层的马纹与利马 独具特色 胎壁较薄 纹饰呢 突出气内随之内凹 地方特色也是比较显著的啊 这个跟中原地区的顶呢 也是不太一样的 咱们看看这边的叫 叫利啊 这种跟那个 动物的大腿似的 对不对 跟那个屁股似的 这个叫眼 铜眼 瘦面纹铜眼 是蒸煮的器物啊 蒸煮器 蒸上下两部分 上部分为增 以蒸食物为主 底部带有孔的壁子 下部为顶 或者粒啊 用以煮水 整体相当于今天蒸锅啊 这就是 这就是西州时期的蒸锅 就这样啊 这个呢 是湖南博物院十大镇馆之宝之一啊 可惜呢 这是复制品啊 原品在北京的国博啊 已经戒掉了十多年了吧 二十多年了 这个原物呢 是1938年凝乡的出土的 但是呢 现在是国家博物院啊 管藏的 这复制品啊 这呢 确实差点意思啊 好 这个呢 也是一个铜尊啊 熔酒器 哎呦 这个酒器够大的 这酒器得有半米了 这又是一个铜的方顶啊 好 然后来博物馆啊 咱们啊 也是普及一下这个 生辟字的读音啊 尊啊 都是会念啊 第二 我不会念啊 还好呢 他给注了音啊 念不 是熔酒器啊 这个雷认识啊 熔酒器 有呢 也是乘酒的 乘酒的 乘酒的 器皿 胡 乘酒的 公啊 也是乘酒的 这个念和 和呢 是调酒的或者温酒的啊 这个念甲 三足的甲 是乘酒的或者温酒的 这个念绝 饮酒器啊 就是酒杯 这个孤也是饮酒器啊 这个绝呢 就相当于白酒 白酒杯 孤呢 就相当于这个 是吧 这个红酒杯 这个念痣呢 就相当于 啤酒杯啊 这个是 童尊 这个呢 是象征啊 这个象征 造型也是比较 比较精美的 可惜呢 像鼻子是有点破损啊 好 这个呢 就是 其间所见的最大的铜部啊 铜部呢 高是62.5厘米 这个直径啊 是89厘米 89厘米 快一米了 还有盖 还有盖 这个是西州时期的奎隆文 焦叶啊 铜顶 铜雷 这个铜方顶呢 是最有个性的啊 叫人面铜方顶啊 这个形象被认为是传说中呢 有手无身 啊 贪吃了饕铁类的怪神 腹内有大河的名文 寓意为 祈祷古物的丰收啊 这种文士在全国 商周青铜器啊 是绝无仅有的 摄楼 这个呢 就厉害了啊 这个叫始尊啊 也是成久的 商代以始为造情的九尊 只仅此一件 重四十多公斤 可永久十三生 所以它的前后肘部 有横穿的圆孔 可穿迹绳索 以台运 口部的两侧有獠牙 形似野猪 形似野公猪 九身 是有甲林 龙纹和 面兽纹 以动物造型的尊 艺术的表现了 人们的原始宗教的观念 作为人与神灵之间的沟通媒介 起着巫术般的 祈愿辟邪的作用 起身有历代修复的痕迹 应该是长期使用的表现 这个应该不是 历代修复的痕迹 这个不是名气 虽然说它是出土的文物 它不是名气 这是日常使用的 这个酒气 这只猪上边的小鸟 也是跟随了它 陪伴了它两千多年 所以这只猪并不孤单 好 这边呢 一水的这些 尊啊 雷啊 雷啊 鬼啊 鼎啊 斗啊 之类的 这个 是吧 这个周朝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人人都是大酒鬼 好 这个叫商代的敏儿泉 同方雷 可惜啊 现在正在保养 暂停展出 正在修复呢 是哪个呢 就这个 这个呢 是高啊 是八二八厘米 口长二十六点一厘米 口宽呢 是二十一点六厘米 都也宽 跟长是一样的 一九一九年啊 出土的 是大型的成酒器啊 有圆形和方形两种 雷盖内 著有 敏儿泉做父己 尊仪的名文 好 咱们看看这个呢 大家知道 这是干嘛用的吗 这是祭祀之前啊 用于这个 洗手的 大概呢 是这么一个动作啊 把这个 水 倒在这里头 那么这个 这个礼祭上是怎么说的呢 叫 浸罐 哨者奉盘 长者呢 奉水 请握罐 罐足受精 洗完了之后呢 就给你毛巾 让你擦干净啊 这个 行祭礼之前啊 需要 摘戒沐浴 以示新成 平常呢 是三日一目 五日一御啊 否用以成水 鉴用于沐浴 进餐之前呢 叫卧罐啊 礼祭上是这么说的啊 叫 浸罐 哨者奉盘 长者奉水 请卧罐 罐足受精 就是让你洗手 洗完手呢 给你毛巾 让你擦干净啊 那么都是水汽啊 是 按照周礼的记载呢 行祭礼之前啊 须 摘戒沐浴 以示新成 平常呢 是三日一目 五日一御 否用以成水 鉴用以沐浴 啊 这个大盘就叫鉴啊 进餐之前啊 卧罐之礼 以移清水 以盘成水啊 称之为 凤移卧罐 这就是小湖呗 小水湖啊 这个 让你洗手啊 这个洗完手的水呢 就盛在这个盘子里边 哎 这古代是讲的啊 好 这个呢 就厉害了啊 这个就类似于 插击啊 是 战国时期的彩绘 原沃文七案啊 他们 这个 岸族呢 低矮 以适应贵做就餐啊 岸上陈设耳碑 盘 火等石具 反映了当时的分餐 十里 以前啊 都是分餐制的 东周时期呢 铜作为战略物质 多用于这做兵器了 所以呢 作为石具的漆木器啊 以其轻巧便于清洁 以及外表华丽 逐渐的盛行起来 漆器制作工序呢 繁琐 造价也是比较高傲的 主要流行于贵族阶层的啊 什么富二代啊 官二代啊 是吧 普通人啊 是用不起的 当时啊 这个 漆案呢 制作出来啊 是十分精美华丽的啊 现在啊 已经褪色了 咱们看看这个 以前的这些啊 漆器上边的 花纹啊 都是特别特别的精美的 咱们看看这个啊 车马器啊 这些木制的零部件啊 真是很精巧啊 这个呢 是双虎的古作啊 说是 楚人 好无 淫似 原相之间啊 由盛 体现了农耕社会的原始信仰 和行为特征 借助了各种被赋予超自然力量的仪式与道具啊 沟通鬼神 以达到对生者的庇佑 对死者及财富的守护 并引领 灵魂归徒 黑 灵魂的归徒 延续日军啊 这个不是窗框的啊 这叫灵床啊 就是放死者尸体用的 这是战国时期的龙文啊 灵床 处地盛放遗体的藏具啊 通雕 变形 龙凤 几何文等图案啊 龙凤啊 被认为是通天的灵魂十字加灵形文的几何图案 为楚人的宇宙图示 被认为是灵魂通达另一个世界的媒介啊 哎呦 这个是 以前是放了 某位仙人的遗体啊 那么这个就厉害了啊 这个 大晚上呢 看到这个绝对会很害怕的 这一根大舌头啊 这个呢 叫战国的木雕的镇木兽啊 说惊人为鬼而悦人信似啊 镇木兽是楚人特殊信仰形成的独特的藏具啊 用以驱赶鬼魅啊 保护死者灵魂具有浓郁的巫术色彩 造型呢 有单头双头四头之分 或头插鹿角 面目猙獰怪蛋啊 好家伙啊 这个确实啊 猙獰怪蛋啊 这个大百人看这个绝对是会做梦啊 瞧瞧 这镇木兽啊 都是造型比较怪异啊 这个是沃禄的古作啊 古作呢 已经感觉像是被烧过了 色弦霸 生 木树 香醉做条生 嘿 这个生是这样的 这个应该是哪个 这个呢 是木架谷 这个呢 是复制品啊 这个呢 叫桃壁井啊 是实用的水井 由多个桃圈 跌垒而成 深约十米 井越深 水源越丰富 水质呢 也越好 但是呢 井深啊 容易塌陷 所以呢 常采用这种桃圈砖木板等户壁啊 那我们看看里边 这些啊 一看都是名气啊 都是名气啊 所以呢 咱们挖出来这些东西啊 一定要给它摔碎了啊 不要摆在家里头 比如说 民国清末时期的人啊 如果在地里挖出这些名气啊 立刻就摔碎了 为什么呢 晦气啊 就跟你看到这个指人指板一样啊 是吧 晦气 你给它撕碎了 哎呀哎呀 这个胡人啊 太可怜了 跟这儿钓了 两千多年了 东汉时期的啊 胡人形 铜吊灯 这个呢 叫铜形灯 还有一个帽啊 防风的 这是牛形的铜灯 15森林长沙 壁花园出土的 这是牛吗 牛蛙的牛吧 感觉是牛蛙啊 对不对 这哪儿牛啊 这上面还有鸣纹啊 这个牛形铜灯啊 就造型啊 比较奇特啊 咱们看看 这儿有一个构造图 这个烟呢 是循环的啊 是会进入水里的 所以呢 你在这个房间里边啊 点灯啊 不会有太呛的味道啊 西汉的熏炉啊 跟宋代的比起来呢 造型就差多了啊 好 那么这些小盘小碗啊 就相对的比较精美起来了 这边呢 是唐代的 比如这个 这个小碗 多漂亮啊 这个瓷笛呢 这个里边还绘着彩绘啊 这个小盘 对吧 成个水果啊之类的 成个小点心啊 什么的 呵 瞧瞧这个 这是五代时期的 那更精美了 五代时期更精美了 瞧瞧 这上边的 对不对 这现代工业 是不是啊 你造价都不菲啊 唐朝中晚期的 好 这个呢 是镇南将军章啊 宣承公章的金印啊 这个按照晋的礼制呢 只有太子及王侯等高级贵族 才能享用龟钮金印啊 这两枚金印证明 墓主身份之高 镇南将军章啊 观印不能随葬 只能仿制名气啊 陪葬 故制作不如宣承公章啊 精致 这个名气 是不是写错了 是不是写成大 特别字了啊 名气啊 还是这个名是通甲字啊 左边这个小的呢 就是名气啊 这个右边的呢 就是啊 宣承公章啊 就是精美的多啊 这些冰马俑 对吧 这些冰马俑 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 这个 一个标志吧 对吧 那么以前啊都是 真人随葬的 后来呢 就是烧这些冰马俑 这也没什么艺术价值啊 都是 制作都比较粗糙的 毕竟它属于名气嘛 对吧 好 那么除了这些精美的文物呢 那还有好多精美的东西 供咱们去欣赏啊 那么我眼前这位呢 就是比任何一件 器皿都要精美 对不对 哈哈哈 哎呀 又透露了 是吧 男人的本质了 这些的清瓷啊 茶碗茶枕啊 茶碗茶枕啊 分茶壶啊 那么也是属于唐代的啊 饮茶的器具啊 茶具 不过这个湖啊 不过这个湖啊 跟现在的比 也确实比较大 好 那么上面还副诗一首 那么它是怎么写的呢 闻流不见水 有时复无山 金瓶成岁域 挂在树之间 那么也属于什么水平呢 属于工匠的打油尸水平啊 这边瓶身上写着什么呢 叫严满天下无口过 那这个又写的是什么呢 这个叫 彭生麻中不服自止 这边写的是 父从生何起 贫从不济来 五文 这又有一首打油尸啊 一别行千里 来时未有期 月中三十日 无业不相思 这个打油尸还稍微好一点啊 这边呢 只愁提鸟别 恨诵古人多 去后看明月 风光处处过 好 这呢 就是唐代的一套完整的茶具啊 第一个是放茶叶的啊 盛放茶饼茶叶的 然后呢 用这个 插碾 把这个茶碾成末 碾成末之后呢 放到这个小盒里边 然后呢 用这个煮水 煮水用这个小勺 拿这个茶末 放到这个湖里边煮 煮完之后呢 放入这个湖里边 然后再倒出来 这些流程啊 是很复杂的 对不对 分茶呀 点茶呀 倒茶呀 之类的 这是扎斗 就是把这个茶叶末子 茶渣都给分出来了 就类似于相当于咱们那个滤网吧 那么这个呢 是吴月间吴山 两位捐赠的 所以呢 也是有好多的爱心人士啊 捐赠的 叫长沙窑 名文铺满 上边啊 写着 写着字啊 谭州准造道林寺 墓主 墓主 诗 二千五百人 各 十前 一千文 写大藏经 五千卷 好 这个小胡上面写着 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一老 君恨我生池 我恨君生枣 累醉打油尸啊 竹林齐咸 这齐咸 我个人觉得是七个风格 哈哈 呦 这个厉害了 这个厉害了 这个太厉害了 哦 我还以为 露着背呢 这是什么呢 好的 这个是唐代的 砖壁酒 是2012年在长沙的东牌楼古城遗址 截取的 这是唐朝的 上边呢 也都刷了漆 用于保护啊 这个是宋代的水池啊 宋代的水池 也是在这个2012年长沙东牌楼古城遗址 截取的 哎呀 我对于这个场景瓶啊 是越看越好看 越看越好看 这个 这个朋友们有喜欢瓶瓶罐罐的啊 可以去一定路过河南 一定要去河南博物院啊 河南博物院有一个叫什么 鹅景瓶啊 那个鹅景瓶真是漂亮啊 好 这个就是啊 古代出门三件事啊 挂画插花啊 焚香啊 那么这个就是插花啊 用这个 长景瓶是吧 插朵鲜花啊 它是插的是荷花啊 古人啊 是很有意境的啊 很有情调的 很有生活情趣的 所以呢 我是特别钦佩这个 尤其是北宋时期的啊 这些文人默克那种 尤其是大宰相大官是吧 小缘相敬 独徘徊 对不对 我又有钱又有地位 我就可以小缘相敬独徘徊了 呦 这个裙子黑色的啊 黑色的裙子挺好看的 有一种 应该不是汉族的服饰吧 是不是叫马面群啊 之前有一位朋友 好像给我科普了 好像叫马面群 对不对 我不太 不太确定啊 这个 好像是 好像是叫马面群 有点类似于西藏的服饰吧 这铜镜啊 那么也有的朋友 可能他是第一次去博物馆 他看到这铜镜 他说 他就问我 他说这个铜镜 我怎么照不出这个 我的人影啊 我说 德哥 铜镜 那镜子是在背面啊 这铜镜主要看这个 咱们现在看到的是 反面啊 主要是反面的花纹 是值得欣赏的 你镜面都一样 磨的都差不多 这上面还写着都省同访官 对镜梳妆啊 五代的宫中图对镜梳妆 镜子没有那么清晰啊 这个镜子绝对是没有那么清晰的啊 咱们看看铜镜的背面 咱们看看这个就是铜镜的背后啊 看起来也是磨的比较光亮啊 把这身子呀整个给拉长了 这是南朝的铜舞蹈涌 东晋潘式衣物卷 哎 衣物卷给刻在这个小石块上 这都是勇啊 这都是名气啊 呦 这可厉害了 铜体刀啊 这个铜镊子 铜体刀 还有铜碱子 哎呦 好 这个就厉害了 这是铁灶啊 哎呦 这个铁灶 这外边是石头的啊 这呢 是铜缸啊 为什么有这么一大缸呢 这是明朝的 叫吉王府的铜缸啊 那么跟故宫啊 外边大缸是一样的道理 是储水的 用于消防的 好 咱们来看看这边吧 这边呢 刚才扫了一眼 哎呦 真是好精美啊 啊 那么这个听琴图呢 听琴图上面 这个 那个谁提的字啊 召集提的字 听琴图 好 这个列炉焚香 置瓶插花啊 是焚香插花 是宋文人四般贤士之两种 香有多种 炉的形状也是有多样的 大多数啊都仿商舟青铜玉气造型 古朴又典雅 宋代呢采用隔火熏香 用具啊 新增产 柱等 后世也称为啊 炉瓶三世 宋人呢 爱花 流行养盆 流行盆养 和插花 花瓶呢 多为瓷铜 除专门制作以外啊 也常有以酒瓶替代 酒瓶呢 也可以插花啊 好的 就说啊 香炉 花瓶 脂肪 同碳产 同块 看看好不好 好不好看 太好看了 那么这一看到这个听亲图呢 就会想到这个 上边有个 菜经的题字啊 提了一首诗啊 这个菜经的字呢 也是相当相当的优美啊 银纸调商造下铜 松坚已有入松风 养愧低审 寒情客 似听无闲 一弄中 这首诗呢 写的也是特别特别的漫妙啊 瞧瞧这个松带的花瓶啊 多漂亮 尤其是上边这个 尤其是这个好看啊 这是元代墓出土的服饰啊 这是墓主人士为女性啊 是一个贵族的妇女 供出土的袍啊 裤啊 裙啊 抹胸啊 方巾啊 荷包啊 之类的 那看起来也是很精美 很漂亮的啊 这是夹衣 这是抹胸 哎哟 好精美啊 这个就厉害了 这个叫夹裙 白肘夹裙 这穿起来也应该是很漂亮的啊 好 这个就到了明代的服饰了 明代服饰呢 就是相对简单一些啊 夹帽 这边呢 这也是 飘了一股香气啊 这也是棉裙啊 棉裙 好 这个就厉害了啊 这个是 以前的三寸金莲 有多大呢 比我这手机啊 稍微长一点点 有限啊 所以呢 是吧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所以以前这个女性啊 还是 很艰难的 裹小脚 这个是棕瓷场景啊 这复原图啊 这是在南方啊 好多这种棕瓷啊 尤其是江西一带啊 安徽一带啊 这种棕瓷啊 是比较多的啊 但是在北方呢 棕瓷很少了 哎哟 这个真是完全给搬过来了啊 这个呢 这个呢 在安徽啊 什么社县之类的啊 好多这种呢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季冠群鹰 嘿 呦 只不过呢 这里边还挂了一 挂了一个像 这个像是 是谁的像呢 看不清啊 有点暗 看不清啊 挂了一个像 婴儿坛的祖宗吧 哈哈哈哈 是不是 啊 看看 这些制作的也很精美啊 这个呢就是 中国的文化呗 是吧 中国的建筑文化 好 这就厉害了啊 这是明朝的 吴忠四才子之一啊 朱允明啊 写的草书啊 岳阳楼记啊 祖宗明也叫 朱之山啊 朱之山啊 朱之山 据说他这一只手啊 是六指啊 多掌门了一个手指 所以呢 他自称 枝山 这是草书 草书 他有独特的写法啊 有独特的书写方式啊 一般没学过草书的人呢 一般啊 是看不懂的 当然呢 我也是 几乎是看不懂的啊 但是如果你知道了 了解了草书的写法 那么你大概是能看得懂的 好 他署名 知山 好 曾文正宫 家书 三本 那么 刚正祥识 这几个大字啊 写的也是囚境有力啊 那么左宗堂写的这个字呢 就别具一番风味了 沧海六敖 摺泻气象 青天一赫 见精神 老远就啊 就被它吸引了 九子娘娘象 明墨 青出的 高八二九厘米 这是木质的 这个呢 又是九子观音象啊 这个写了金句 大清国湖南省宝庆府 宝庆府就是现在的邵阳市 宝庆府邵阳县西路红仁四都 依什么地名 这个是大清国湖南长沙府 一阳县 桂华乡156都 这是长沙府安华县 以前长沙府地界还真是挺大的 这位骑个小鸭子 还是仙鹤呀 水淡鸟 好终于咱们来到了马王堆展厅 马王堆展厅呢 真是建设的比较宏伟豪华大气啊 不像别的展厅 是规模比较小的 上面写着长沙马王堆 汉墓陈列 长沙马王堆汉墓是20世纪 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有保存完好的墓葬结构 及丰富的随葬品是汉代生活方式 丧葬观念的完整呈现 700余件工艺繁琐的精美的漆器 这个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也是精心动魄啊 主要它是1972年到1974年被发现的 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 据全国之力的科学发掘 那会儿还难有科学呀 墓葬保存完整出土了3000多件珍贵的文物 和一具保存完好的古诗啊 也是也是诗诗啊 有明确的墓葬年代和墓主身份 在中国考古学 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这个呢就是马王堆的外景啊 真的就是一个大土堆啊 以前这周边啊都是农田 看看 就是这么一个大土堆啊 这个就是马王堆汉墓的纵抛图 一个高一个低啊 咱们看看这个纵抛图 这是一号墓的封土 哎是一个土堆 这是绕土 那么这呢是三号墓的封土 一号墓的墓壁 黑 下边呢就是一层一层的 是吧 一层一层往下 木坑的亨土层这么厚 到这呢叫白高泥层 白高泥层下边就有棺果了 公子下边呢就是木炭啊 这个呢就是发掘的现场 这个是俯视图啊 咱们看看 这两边呢各有一个玩偶 玩偶在最下边有图片啊 偶人是吧 谁要挖的这个不得吓一跳啊 对不对 这呢还有木柄 铁刃的叉木戈 竹框竹管 对吧 这个呢就是棺果的结构 以及这个随葬器物啊 这个也叫一果三观 这个呢就是木主 头朝北 左右两侧都是这个 生活的酒器啊 食物啊 衣物啊 之类的 包括 铺的竹席啊 挂的维蔓啊 陈设的漆平风啊漆脊啊等生活用品 这个是纪年的木毒啊 看看 有明确的年份 写着这个 这个是出土的竹框啊 这个偶人够大的啊 但是这偶人应该是泥做的啊 上面还有稻草呢 加固之后的偶人 加固之后的偶人 这儿还有装来的批饰啊 这儿还有装来的批饰啊 这个是垫在棺果下一层的啊 周边的木炭 为了是防潮啊 为了使这个木炭跟这个白糕泥 使果室与外界隔离 而且果室深埋地下 形成了果室内横温横湿 缺氧的小环境 木造呢得以完好的保存 所以呢 这个出土这个尸体啊 但是出土的时候呢 甚至摸它的皮肤啊 还有弹性 相当于泡在了福尔玛林里边啊 艳养的环境啊 这是白泥糕啊 这是横土 很硬啊 这是风土 横土啊跟风土是不太一样的 咱们看看当时发掘的现场啊 看看 上边啊还有围观的群众 对吧 在那个年代没给砸了 是一件姓氏 这个是博画啊 儿子 叫丽西吗 这个是博具啊 丽西木出土 博戏是智力竞技的游戏 先秦已流行 旱旦游盛 上字天子百官 下着平民百姓 无不喜爱 玩法已实传 这些呢都是出土的漆器啊 都是成食物的 漆器啊 现在看起来也是很精美的啊 只不过这个颜色搭配啊 看起来 不是那么的 不是那么的好看吧 看起来渗得慌 对不对 以红色技道为准 看看这个大漆盘 直径我目测得有个一米了 真有个一米了 这大盘啊 咱们看一下 拉远看一下 很大是吧 咱们看看这个 2000年之前的枕巾 秤云秀的枕巾 这个呢是 长寿秀药枕 新锥木出土 好 这个叫丝驴啊 看起来啊 这个鞋是又肥又大啊 那会儿呢 是没有缠足的 这个呢 叫绢袜啊 这是袜子 这个呢 是手套 这个是棉袍 猪红色的 新锥木出土 胶领又刃 取居 以猪红色 菱形螺纹为面料啊 看起来啊 很漂亮的 看看这些 对吧 很漂亮 这衣服我觉得我穿起来都很肥大了 这些 抓紧时间啊 马上要去管了啊 这什么东西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什么东西啊 这什么东西啊 特别薄 特别清的那个 是的 1930 对对对 这个 这个 天文气象 杂粘 哎 利用天象占卜胸疾的文献 这还画着画啊 挂着小图案 咱俩也是看不懂的 但是呢 这是有介绍的 啊 这叫各种的星系啊 每个星呢 画法都不一样 而且啊 一共是有31颗彗星示意图 及拼接的复原图啊 那么是 看看这些 五星针啊 而且呢 这还出头了长沙国 南部的地形图啊 甚至呢 这还有驻军图啊 每个牧师呢 都有一个T型的薄画啊 好 这个呢 就是复原了这个马王堆啊 复原的 够深的 对不对 哇 还有一个中空的玻璃啊 玻璃栈道 玻璃栈道 这个绝对是一个超巨大的工程啊 咱们看看 就是古代啊 古代啊 没有什么挖掘机啊 是吧 这些大型的设备 纯靠人力啊 去挖了这么大的一个牧室 哦 这个 扶梯呢 就直接下来了 就感觉我要往牧室去走了 哈哈 这大晚上一个人呢 还是很害怕的啊 可见以前的牧室真的很深啊 对吧 已经开始催了啊 好 这就是光果 哎哟 瞧瞧 多大根啊 嗯 咱们看看 咱们看看 两阶电梯 好的 我们呢 已经到了墓底了 这个从墓底往上看呢 哦 还是看不到啊 哎哟 哦 从这儿能看得到啊 真是够巨大的 这个呢 就是原来的了 这是不是复原的啊 这是原来的 原来的这个木果 木果都这么大啊 这个属于外果 啊 这个总面积是6.8平方米 隋葬品1000多件 长4.8米 宽1.52米 重呢 是1.5吨啊 这个长有4.8米 确实够大 确实够大 咱们看看 咱们看那个人 是吧 哇 哇 这属于啊 木质的外果 都开始催了 哦 现在也别过去看了 太太害怕了 别看了 人都必管了 那个干湿的 不是干湿 湿湿啊 就不看了 没事 周日再看 好的 这就参观结束了啊 今天结束了啊 周日呢 再过来看看这个 最重要的这个 哎呀 这个少女的穿着就是 好看呀 可是呢 外边已经下雨了 现在呢 雨呀 刚刚停 那么 身后边的这个少女们呀 也是很漂亮啊 蒙蒙云水里 这个博物馆的人啊 还真是挺多的 看来呀 喜欢历史文化的朋友呢 还是不少的 甚至呢 还有一大帮的 非洲大黑哥们啊 大黑兄弟 你说你过来看什么呀 凑什么热闹啊 对不对 这帮人肯定不用预约啊 是不是 来了就可以买票啊 这门口的这些小贩啊 也都是堆在这儿了啊 看起来好热闹啊 卖烤红薯的 是十块钱一斤 跟这个菜市场似的啊 这些小贩们呀 也是争分夺秒的 去卖货哈 这大娘呢 辣的东西够砸的 烤红薯糕 烤红薯 栗子 还有几个橘子 老北京汤葫芦是五个钱一串儿 这个叫什么呢 叫比奇啊 它们叫比奇 香甜滋巴 这是小老黑啊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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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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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大老黑哎呦哎呦一股廉价香嘴味啊 10块5克的 我不吃我不吃 通通10块通通10块 哇这大哥个啊 大高个儿 今天啊也是有好多的学生过来逛博物馆啊 看看他们也都在等公交车呢 啊应该不是公交车啊应该是专车啊 应该是专车你说你这个滴滴滴 你说你滴什么呢 你滴他也走不了啊 那大叔啊 你看看前面前面也是红灯啊 除非他要右拐啊 这个女司机可别催啊 那回头一紧张一激动 蹭就窜出去了 好果然啊前边来了两个大轿子啊 这些学生呢都上了这个大轿子了 哇老头乐似的 过马路啊要时刻看着有没有异常的车啊 速度特别快的啊 时刻得盯着点 这些人呀都是刚逛完博物馆的啊 那么大多数是坐这边地铁的 这边是地铁的六号线 炒栗子的臭豆腐 各种的小吃兰花干啊 凝香的兰花干 冰炖的酸梅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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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茶十元三根 这一路上啊都是小吃车啊 都是小吃车啊 都是小吃车 都是小吃车 看看这有一个 这个叫什么臭豆腐啊 看一看 臭豆腐十元六片 十元六片 就这个啊 它的那个臭豆腐感觉制作方式不好 所以呢我就不在这吃了 这唐胡萝卜怎么着 要去哪啊 这个不是它的宝地啊 它要换地儿了 好的 看看我们这个过马路 这个电车真是启动太快了 我生怕它窜出来 过马路呢叫集结式过马路 得存一拨人再过 看看 好终于过来了 这个呢像雾啊不像雾啊 像雨啊又非雨 这种气候啊还真是啊 这种气候你说你皮肤能不好吗 对不对啊 现在的北方呢是吧是比较干燥的 比较很冷干燥的 但是你瞧瞧 咱们长沙呢是吧 在唐朝啊也属于广义上的江南地区啊 对吧 看看 这气候多棒啊 因为前两天啊已经下雨了 把那些雾霾啊 其实都给它过滤一遍了 所以呢现在是真正的雾啊 不是霾啊 现在是没有霾的 主要就是雾气 哇这哥们儿 好销魂啊这长发 好的坐地铁了 谢谢 谢谢